今天早上怎么回事 这都第三课了 这都第三课了 怎么了 什么犯证 修课 问三十个课 现在不许压 发烧多久了 刚到工地就不行了 张灵 什么情况 患者修课 许压多少 八十五十 心急就睡 快去吧 你怎么啦 不许压 肚子疼 那个我赶紧给你量个头 这么高呢 那我也得给你量个血压 我们这儿都得量血压 真你往前一点 我帮你拿 护士啊 你可不可以找那个王吉桥大夫 给我看啊 我们这儿这么多艺术高 您为什么要找王大夫呀 我听您的意思 好像王子乔大夫 医处不高明似的 好 我没有这个意思呀阿姨 阿姨您身份体称多平稳 体温有这么高吗 妈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张灵 阿姨肚子疼 体温特别高 但是身份体称平稳 严重吗 快快快带我去 你啊你啊 你帮大家检查一下呢 好的好的好的 身份体称平稳吗 对对对 平稳 好的 谢谢啊 没事 什么情况 高烧三九度五 血压八十五十 心率一百三 自带许常规 白细胞一千一 血压低 心率快 白细胞不升反降 感染很严重啊 有伤吗 有 几天前 卡布的搭了根菜 就没当回事 这两天肿得厉害了 感染性休克 行了 送EICU 好 妈 你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哪儿能不能收拾 具体的情况 来 赶快先上床 我给您看看 行了 妈没事 妈是心病 想你了 假依诺女士 您现在还真是无所不动其极啊 别废话啊 你说我容易吗 我这未看你一眼还得故意装病 快喝 喝鸡汤吧啊 演得挺好啊 我装个病 就换你五分钟的喝汤时间 可以吧 快喝吧啊 趁热喝啊 你看你都瘦了 你说你这当医生的有什么好的呀 天天连吃饭连喝水都顾不上 离家这么近都回不了一趟家 我给你爸天天担心 宝贝 咱能不能换个工作啊 好工作多得是啊 妈 我觉得今天汤炖得真挺好喝的 比上回的好 稍微有点咸了 你啊 还想吃什么 你告诉妈 妈给你做完还送过来 别送了 这是医院 又不是咱家饭厅 你看看你 这这离家这么近 十多天都不回来一趟家的 行 你忙吧 我就收拾先回去了啊 不过啊 你忙工作的时候 记着要交个女朋友啊 来 不许给我找医生 不是 亲妈啊 您是亲妈 你快赶紧回去吧 好的好的 慢点开车啊 慢点 就是个医生 就扎根刺 咋会那么严重啊 千万不能忽视小伤 非常容易感染的 尤其像你们这些 常年在外做体力活的 容易磕了碰了 受了伤了也不在意 再不注意卫生 那是会出大问题的 那 那他会死了 如果抗生素和补业的常规治疗 不能纠正休克的话 我们就得给他做持续的肾脏替代治疗 类似于持续的透析治疗 这个费用至少要一万以上 每天一万啊 而且能不能够纠正休克 现在还不好说 这个时间大概需要三天吧 所以 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凑钱 他 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上次刚发的钱都寄回老家了 家里还有爹娘 还有两个玩 能吃上饭就是念佛了 工头还没有再罚钱给我们呢 可是 如果他要是耽误了治疗 那恐怕就没希望了 抓紧时间吧 这 这可怎么办哪 这可怎么办哪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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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想 我想见下饺子 饺 什么饺子 就是那天 车祸送来的小孩 呦 大早上送火灶上火化了 什么 火化 怎么那么快 警察来了 说案子都结了 这不为这紧张 早晚不得火化了 你注意观察他杨保护 必要的话可能要期管插管 他们 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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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饺子被送去火化了 这么快 你能帮我个忙吗 已经火化了 什么 已经火化了 这么快 屋主的尸体 当然越快越好了 什么叫屋主啊 这 饺子没软还有亲人哪 这我们不是来看他了吗 你是他什么人 也就是朋友吧 不是亲人吗 不是说还要发公告吗 多少天之内 如果没有人来认理 才可以火化的 那为什么这么快呢 我们有拍子的证明 拍子说 这孩子以前收容过好几次 查了个遍 从来没找得过他的亲人 要说也挺可怜的 连个名字都没有 因为爱吃饺子 就会叫成了饺子 这叫什么名啊 师父 您看能不能这样 让我们把骨灰领走好吗 你们拿走 要是再有其他人来怎么办 您刚才也说了 派出所都说他是屋主的 那屋主的尸体 屋主的骨灰 就不会有人来认领啊 对不起 我帮不了这个忙 爷爷 我求求您了 要不您通用一下行吗 对啊 帮帮忙 给您添麻烦了 您帮帮我们吧好吗 我求求您了 好了 锥子 你的心里饺子知道 走 走了 锥子 我求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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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爷爷 快 起来 起来 爷爷 我求求你了 饺子他是我兄弟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求求您了 你就把骨灰给我们好吗 这边请 锥子 锥子 这孩子老得不疼 舅舅不爱的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兄弟 我请你拿 你等着 谢谢啊 这可怜的孩子 有你这么个朋友 也算没白过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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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知道吗 嗯 我也不知道你小子 家住哪儿 有没有亲人 反正 要不然老江 连这点骨灰都拿不到 你要感谢点 一闹完 我没钱给你买坟地 想想还是把你送狐狸 为什么呢 因为狐狸宽敞 没有人和你急 你这么想 绝对不能让你急 再说 你要粉你也没用 人家每年清明 都有人去看 谁会去看你的下人 小子 在你走之前 你得追哥哥 哥哥 可是让你吃饱了饺子 那个你一定要记着 记住 你不吃啊 吃不下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要控制饮食 今天不一样 只能我去叫我吃 替谁吃都不行 老江 老江 你知道吗 饺子 他不光爱吃饺子 他爱吃汉堡 特爱吃 我想他当时那个样子 真的 所以 我今天替他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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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追逗你把垃圾收一下 快 喂 都知道 他知道药怎么吃 我会把药给他带好的 但是你们答应过我 要帮我找他父亲对不对 那这样不行 你们答应过我的 我当然知道我是单身 我不能长期收养他 不然我也不会联系你们 把这个也收了了 快点 要不这样 等你联系上他父亲 找到人 我再送他过去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那 好 先这样 我一会儿打给你 来 走吧 老江 怎么了 你 是不是要送我走 说啊 要说就得是真话 是 我病还没好呢 我病还没好呢 你说过的 我这病要是不吃药 那小命就没了 我给你的药你只要按时吃 不会有事的 而且 有什么情况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那 你要送我去哪儿 这儿 追泽 你必须要去上学了 不能再耽误了 他们答应我让你去上学 然后慢慢帮你去找你父亲 我爸早就不要我了 我也不要去上学 那你想怎么办 你这么小不能去工作 就算能工作我也不想让你去 你身体不好 不能疲劳的 那 锥子 你也看到了 饺子就这么死了 我不想说 过几天看到你也这样了 不想的话 那就 那就有办法 什么办法 留下我 你 您看 我可以 我可以帮你们 整理屋子 炒菜 做饭 洗碗 什么的 还有六拱 锥子 那我成什么人了 雇佣同工吗 不是 我还能 我还能当你的亲人 你看 你没有亲人 我也没有亲人 还有那个 还有局长也没有亲人 你们三个可以做亲人 你 你们肯定不想离开我了 我也不想离开你们 反正 只要有你们 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 你答应了吗 你 你答应了吗 哎 锥子 干什么去 我 上厕所 快点回来啊 好好听话 好好养病 好好养病 落在我手里 小死哪儿那么容易 你言为定 以后回家 第一件事换鞋 第二件事 赶紧把手机盖起 叶美 以后回家 第一件事先换鞋 以后洗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请问师傅有今天在哪儿吗 是的 谢谢啊 杰森 杰森你在里面吗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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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男孩子怎么走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男孩子 杰森 我억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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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姜专 今天一班啊 常灯 来 来 来 嘶 嘶 嘶 妈咋了这次 你跟我说谁的你不高兴吗 我先就收拾他讲 等着啊 老大 你都不想拉我一把吗 这可是会出人命的 我是会死的 你想要人工呼吸啊 还是心肺复苏啊 那必须人工呼吸啊 还是心肺复苏啊 这 亲老大 你哪不舒服 我不是来看病 我找人 找江小琪 找我们江主任啊 那您稍等会儿 我帮你去叫啊 好 谢谢 不过 帮我顶一下 好的 江主任 何主任 我有事想跟您谈谈 什么事 说吧 江主任 外面有个人找你 找我啊 是的 我看一眼去 谢了 伯亮 正好 你过来一下 赫准 胡社长 我刚才就想说伯亮的事 我怎么了 阿姨 喂 你怎么来了 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我就直接过来了 不好意思 我手机调精音了 没关系 你工作性质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不接电话一定是忙嘛 走吧 我们一起吃午饭 不行 现在是我们哥最忙的时候 我一会儿去食堂吃就行 你看看 嘱咐你多少次了 要好好吃饭不能凑合知道吗 我知道了 阿姨 忙归忙 不能忽略自己的身体 还是医生呢 阿姨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 那 耽误几分钟 我们出去说几句话行吗 好 走吧 何主任 您看 我量肚子现在一天比一天大了 工作起来也不方便 我是觉得 谁说的呀 我方便得很 我耽误工作了吗 护士长 我哪儿做得不好了吗 没有 我这也是为你好 谢谢您为了我好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清楚 何主任 我没张罗请假 我也不想请假 拜托您了 别替我做主了可以吗 何主任 那个 我外面还有工作要忙 我就先去忙吧 忙去忙去 不是 这干什么呀 我看上吴亮也挺好的 这华学院上班又不是他一个人 再说了华学院多走走道 还对身体好 何主任 雷文说吴亮好像得了产前抑郁症了 抑郁症 他总说不想生孩子 不想活了 现在连家也不想回了 而且 而且什么 我就是怕他出事 哪有这样的我 回头找江主任去跟他聊一聊 我这女人之间好沟通你 还没了 还没的事 没了 那我去找江主任 你觉得你有问题很恍惚 小琪 其实 我是不赞同你做急诊工作 又辛苦又累 不适合女孩子 可是 你选择的这个专业 自己又习惯 我也没办法 但是 别太拼命了 适可而止 人生不是只有工作 我 我知道了阿姨 你放心吧 我不会把自己累坏的 那就好 阿姨 你今天特意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雨宁最近心情特别不好 她真的非常爱你 阿姨 你 我们俩分手吧 年轻人嘛 谈恋爱 分分合合的挺正常的 雨宁要做错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阿姨去骂她去 不阿姨不是雨宁的问题是 阿姨知道 现在医院也有人追你 也是做急诊工作的 对吧 我觉得不合适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忙 谁照顾谁啊 而且她岁数比你大 等她老了 就是你照顾她了 阿姨 雨宁从小就喜欢你 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孩子 虽然你爸爸妈妈不在了 但是阿姨的事业 和他们是共同的 有一天我走了 我会把我的全部 都交给你们的 我的 就是你们的 阿姨 我们的事情 你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 好吗 喂 好啊 我马上回去 阿姨 我现在急诊有病人 我过两天去看你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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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主任 这个病人他肚子疼 然后他们是聋哑人 什么都问不出来 我怀疑应该是工作人 而且这你又不在 都不会手语啊 好 先送流关病房 好 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 来 血压正常 胎儿已经超过三十九周了 期待绕境三周 赶紧完善其他检查 让产科大夫准备手术 好的 我注意去 去拿几张纸过来 好吗 爸爸 刚刚啊 你连续过来下个理事啊 收拾你们也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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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减 老师 我这儿去一下吧 江主任 我没有见面了 辛苦你了 你 放心 安全 你不认识 老大 还有你不认识的吗 本等着你学的 先学先卖 那还也厉害 手术开始时间 下午五点时分 开始手术 还说 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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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大 你今儿真是太赞了 你绝对配得上女神这个称号 是个女的叫女神啊 我都没想到你画还能画这么好 你看 绝了 有事说事 那我可说了啊 那你别说了 你跟何主任什么关系啊 我跟何主任 你希望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同事 之前有秦云宁就够让你恼火了 现在又多了个何主任 王子侠 我告诉你啊 你在我就是一个小屁孩 老大 你怎么总这么说呢 我不是个小屁孩的 我今天都二十八岁了 我是个成年男人 都一样 只要年龄比我小 在我这儿都是小屁孩 追子也是小屁孩 我不是小屁孩 我不是小屁孩 我真喜欢你 王子侠 我 你的心思啊 我是知道 但是 感情这件事情 不能强求吧 不是说你喜欢我 我就一定要接受 对不对 那你喜欢何主任吧 他不适合你 王子侠 老大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何主任 何主任 他都四十多岁了 他还结过婚 离了 好 他离了 他离了婚之后他有个女儿 重点是他女儿都上大学了 你看看你 年轻 漂亮 学历高 业务又好 最重要的是你没结过婚 你没有孩子 你跟他在一块 你不觉得亏的话吗 那我跟你在一起 会不亏呢 江主任 子侠 你今天不值夜班 你怎么还在啊 那个 子侠 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我和江主任 说几句话 赶紧干活去吧 赶紧 我走了 那个 真实体温进行完了 你忙完出口帮我送一回 你今儿怎么看着情绪不高呀 有吗 挺高的呀 真实的优务啊 我说嘛 吴亮最近挺奇怪的 那可不行啊 这病必须马上治 他还怀着孕两个孩子 这三条命 是啊 我劝过他了 他不听 何主任说 你们女儿之间呢 说话还能方便些 抑郁症患者是不听劝的 他现在又怀着孕 又不能给他吃药 成吧 那我找个时间 好好跟他聊聊 吴亮 喂 护士长 把抢救室的药液补一下 好 知道了 我给吴亮的备药单上 是零点五毫克阿托品 怎么全是一毫克的 天护士长 护士长 你们这是不良时间吧 需要上报吧 还有事吗 没了 没事 你有事你说怎么了 没事 你有事你说怎么了 你信吧 你信吧 那边看指示牌 谢谢 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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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聊亮去 吴亮 江泽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回家 咱能不能不聊这事啊 我是想跟你说 我知道你是想说我得了产前抑郁症 他能不能也别聊这事啊 他能不能也别聊这事啊 你都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呀 医症 他是心理疾病 不是聊条症都聊好的 那你得去检查一下 检查 检查有什么用啊 我怀着他 我怀着他 我又不能吃药 哎呀 这不说什么你都有话说 你倒挺清楚的啊 我虽然不是大夫 但是我也比一般人都比多 吴亮 每个这药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你们别担心我了 是吧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清楚 来 这是你最爱吃的 我这儿都拿了 我自己拿 你吃吧 咱们家人 你们两年 没在一块儿吃饭了吧 差不多吧 哎 简业 你要不要恭喜我一下 会不会那个案子我已经结了 恭喜你什么呢 恭喜你颠倒黑白指路为马 还是恭喜你挣了没劲钱了 你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 那你让我恭喜你什么 哎 我上菜跟妹妹说呢 哦 如果有一天 我为一个杀人犯辩护 那我就是罪犯了 这是我的职业好不好 两把事啊 别以为我不懂你的职业 你得让虎娘是非 行 不跟你吵架 一家三口男都坐在一起 我不想吵架 慢点慢点慢点 小心点 大夫 大夫 什么情况 大夫 刚在家吃着饭突然就晕倒了 喝酒了吗 没有 他有脑血栓 医生不让喝 头两天还在别的医院 看了便开了药 收上回家吃 心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晕倒了呢 先别着急 别着急 痛苦没有问题 先去照个脑菜厅 好 是这儿吗 是脑出血 您看啊 这是出血部位 这血肿周围啊 还有低密度血肿袋 叫神经外科医生来会诊 好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发烧的时候应该穿衣服还是脱衣服 我们经常会跟朋友说 哎呀你发烧感冒了 你要多穿多盖 不要着凉 不要吹风 这个老观念 我们适时的可以改一改了 其实发烧分为三个阶段 体温上升期 到达高峰 体温下降期 在上升期 我们会觉得冷 甚至是寒颤 这个是体温调节中枢 对我们身体发出的指令 这个时候要多穿多盖 不要着凉 一旦当体温到达了高峰 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冷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捡些衣服 可以酒精擦浴 温水擦浴 甚至冰盘降温都是可以的 如果这个时候还一直是捂着 就会导致身体高热不退 这也是小儿发生高热惊觉的常见原因 所以发烧的时候应该冷了穿 热了脱 这样才能及时降温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厉害 平均 昨天已成为国阳仲盂 昨天已成为国阳 云烟 明天为何如此遥远 明天为何如此遥远 恩怨情愁就此了断 生死离别不忍说再见 今天的分分秒秒都是对生命 最严苦的考验 今天的相依相伴 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眷恋 用爱的命一发一个誓言 永不放弃爱的信念 用爱的命一发一个誓言 永不放弃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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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放弃生命的尊严